离开金圈太子爷董子健后 孙姨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自从孙姨回归单身后 就开启了放飞自我的模式 每次在红毯上的亮相 都能给观众带来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 即使与一些营销美貌的女星同况 她也丝毫不输 而当她换上一系金色吊带碗里群时 露出精致的锁骨 气场更是直接开到了两米以外 主打的就是一个惊艳 看到这一幕 大家才意识到 真的有女人离婚后就是重生 而和董子健在一起时 或许是她一直属于弱势的一方 再加上婆婆的管束 所以她在红毯上的造型 都是一副小鸟一人的乖乖女姿态 为此还被网友吐槽她上不了档次 自从孙姨嫁给董子健后 外界都觉得她是高攀了 毕竟董子健的妈妈是内地第一经纪人 捧红了大半个娱乐圈 其中包括陈道明 李冰冰等八十多位明星 后来更是凭借一己之力 硬生生将华裔变成空架子 父亲董志华来头也不一般 在中国经纪院位高权重 而董子健从小上的是 精英云集的国际学校 进入娱乐圈后 更是成为了内地首位90后影帝 小小年纪名下就手握11家公司 反观孙姨 小门小户出身 因此大家都觉得 她嫁给董子健目的不纯 因为我嫁给小董嘛 然后小董的妈妈是经纪人 而且是很成功的经纪人 所以所有人都认为我嫁给小董 是因为强资源 甚至就连董子健的妈妈 王金花也这么认为 所以在2017年 有媒体拍到一个 颇为耐人寻味的场景 孙姨产景完没有回家 而是被王金花 带到了一个豪华别墅 这上演的可不是婆婆 带着准儿媳看房的何家欢 而是给你一套房 离开我儿子的狗血戏码 后来即便孙姨进了董家 但也依然看不起她 因此才会让他们签下婚前协议 甚至就连一场婚礼 都没有给到孙姨 每次被问及此事时 她都只能尴尬地表示 是自己不想办 我没有办 是不想那么大张旗鼓的 因为也是在演艺圈嘛 然后就我们年纪 也比较小嘛 那个时候 除此之外 婆婆对孙姨的态度 更是说明了一切 以此有媒体拍到 挺着大肚子的孙姨 在大厅等候检查 婆婆面无表情 她也自顾自地整理资料 两人全程没有任何互动 而就连老公董子健 也没有做出表示 而在孙姨生完孩子后 婆婆也没有带过一天孩子 都是孙姨自己带在身边 因为我知道 我第一胎是怎么带过来的 我这几年很辛苦 比如说我生完孩子 我五个月 我就带着孩子出去拍戏了 我晚上还要起来喂奶 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但他们会觉得 哎呀 反正我们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吧 后来孙姨妈妈心疼女儿 便提早办理了退休手续 帮忙照顾孩子 有人知道 我中间下岗干嘛去了吗 哄孩子去了 当幼师了 对 然后她一直帮忙带宝宝陪着我各个地方跑 我一直觉得很愧疚 因为我觉得 她一直付出她自己的晚年生活吧 不过 离婚对孙姨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毕竟她在结婚前都是严女一号 反倒是结婚后 却一直没有什么水化 我自己怪人的人的身份 我觉得我现在生活非常美好啊 对孩子呢 孩子也非常好啊 孩子照样有爸爸妈妈呀 有家人啊 然后她该干嘛干嘛呀 而看到孙姨如今的状态 也足以证明了 她的选择是正确的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来说